矩阵的几种特殊情况 那么本节呢 我们将谈论这么几个问题 对角矩阵 对称矩阵 单位矩阵 还有逆矩阵 我们呢 首先对前面的这个 关于矩阵的运算 尤其是矩阵的乘法相关的内容啊 来做一个巩固的练习 好 那么已知有A矩阵啊 等于1234 矩阵B等于1000 还有一个矩阵C等于0056 好 那么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求AB加AC 第二个问题呢 是求A乘以B加上C 有一个括号啊 注意这个运算的优先级 第二个问题里面呢 我们要先算的是 这个B加上C 好 那么矩阵呢 都是比较规整的 2乘2小矩阵 数字呢 也不是这个非常的难算 对吧 我们就作为一个回顾啊 把这个过程呢 来练习一遍 那么A乘以B 首先算 1234乘以1000 我们把这个 乘出来的结果 我们先可以判断 对吧 先不管这个里面具体是什么数字 一个2乘2的矩阵 乘一个2乘2的矩阵 结果肯定还是一个2乘2的矩阵 对吧 那么 左上角 也就是第一行第一列的话 就是用第一行 左矩阵的第一行 乘以右矩阵的第一列 结果是1 这边呢 因为第二列全都是0 所以结果的第二列 当然也都是0 第二行 乘第一列 等于3 所以AB呢 就是1030 同样的算法 我们可以得到AC AC 1 0 25 10 然后呢 26 12 45 20 46 24 非常简单的计算 好 那么 这是 第一问 我们得到了最后 如果两个加起来是 11 12 23 24 好 那么第二问的话呢 我们需要先求B加C 这个非常简单 矩阵的加法 要求两个矩阵的形状 必须一致 然后呢 对应位置的元素 加起来就完事了 那么 1000加上0056 就是1056 好 我们再来看 A乘以B加C的话呢 1 1 25 10 所以 首先左上角11 10没有 26 12 3 加45 20 23 0 没了46 24 等于 11 12 23 24 哎 你有没有觉得拿了有点眼熟 你会发现 是不是这个 AB加AC 和A乘以B加C 他们其实是一回事 对吧 他们的结果是相等的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啊 总结出一个规律来 就是 AB加AC 这个A呢 你是可以提出来 不是提出来 先算B加C的 好 那么 这是对之前 矩阵乘法 计算规则的一个 巩固练习 那么 我们这节课呢 来看几个新的概念 矩阵 我们已经见到了很多 其中有一类呢 叫做 对角矩阵 什么叫对角矩阵呢 我们之前提到过 什么叫 对角线 是吧 因为我们在做 矩阵转置的时候 说过 什么叫转置呢 沿着矩阵的对角线 这个叫做对角线 是 做一个对称 或者叫镜像 那么 对角矩阵呢 就是除了 对角线之外呢 其他的元素 都是零 所以你说 这个是不是对角线呢 这个如果你管它 叫对角线的话 那么 我们重点强调的这个呢 就应该叫做 主对角线 如果我们默认情况下 说的对角线 就是从左上 到右下 行和列 位置啊 次序相等的 这一条线 如果你说 把这个也算上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 主对角线啊 大家知道 我们说的是 这一条线 只有这一条线上的 元素呢 是不为零的 其他的地方 都是零 那么这种矩阵 就叫做 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 是不是一定是 方阵呢 不一定 我们来看 这两个例子 一个呢 是四行三列 一个呢 三行四列 但是你看 它们的主对角线上 都不是零 主对角线上 不是零 除了主对角线以外呢 都是零 所以这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非得是一个 四四方方的方阵 才有可能是 这个对角矩阵 不是方阵 也可以是对角矩阵 那么 如果我想在 Python里面啊 生成一个对角矩阵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不需要说 跟之前一样 括号套括号 套上两层 那种比较麻烦 我还要对齐了 几个零啊 这种 重复那么多零 我们只需要啊 用NP 就是NumPy 这个库里面的 DIAG 因为它英文是 Diagonal Matrix 这个对角矩阵 然后呢 你把对角线上的 这一串 这就是变成了一个 一维数组 对吧 传给这个NP Diagonal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获得了 相应维度的 对角矩阵 好 我们呢 再来做一个练习 关于矩阵 与向量相乘 这次呢 我们写的是一个 对角矩阵 2431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省事啊 如果这个矩阵里面 元素大面积的 都是零的话 我们就不写了 像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种空白的地方啊 我们就知道 这些地方都是零 就不写了 那么这个呢 对角矩阵D 如果乘以 X3227的话 是多少呢 这次我们要算一个啊 是不是有 两个维度啊 各自有 有四列 对吧 两个 这是啊 矩阵的话 是4乘4 这个向量的话呢 有四个维度 矩阵呢 它本身是个二维的啊 大家会不会感觉 这个计算好像很麻烦呀 哎 其实呢 一点都不麻烦 我们看 这个结果呢 非常的简单 23 你发现就对应的行啊 在同一行上的两个值 相乘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Python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把这个对角矩阵写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向量写出来 然后一乘 发现 结果确实是这样啊 这是对角矩阵的一个特点 我们之前呢 强调过 矩阵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矩阵是一种映射 如果更好理解 为了更好理解的话呢 我们把它想象成是 在几何上面的一种 变换关系 比如有的可以把 这个图形呢 拉伸 把你这个向量拉伸 有的可以旋转 当然也有的可以 既旋转又拉伸 那么对角矩阵 我们看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每一个维度上呢 只跟对应维度有关 那么实际上 它就是一种 只拉伸 不旋转的一个操作 当然 这个拉伸 不见得是乘比例的 如果我们这个 对角矩阵呢 是 2222 如果对角向上 这个数都是一样的 那么很好理解 就是把一个向量呢 往各个方向 一个四维的向量 各个方向 等比例的都放大两倍 那像这种 2431的话 我们就看到 在不同维度上 缩放的比例 是不太一样的 但它仍然是一个 拉伸的操作 那么如果在 非对角线的其他位置 还有一些 非零元素的话 那么就不仅有拉伸 还有旋转 是这样的一个 几何意义 希望大家能够 结合这个几何图形 来综合的理解 刚才说到了 对角矩阵 那么和对角矩阵相关的呢 有一个叫做 对称矩阵 什么叫对称矩阵呢 我们说 如果沿着这个 主对角线呀 如果在位置上 沿着主对角线 对称的两个元素 它们的值也一样的话 这样的一个矩阵 就叫做对称矩阵 我们看 这是对称轴 然后 这是第一行第二列 和第二行第一列 它们位置对称 然后数值又相等 这样的话 如果整个矩阵 都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这就是一个 对称矩阵 我们之前讲到过 矩阵的转置 那对称矩阵 如果做一个转置的话 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你得不到什么结果 因为 一个对称的矩阵 转置之后 还是对称的 跟原来自己一样 所以是一步 没有什么效果的操作 对称矩阵的特点是 它等于 它自己的转置 转置之后不变 那么 我们接下来谈的 这个矩阵呢 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它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种特殊的 对角矩阵 它特殊在哪呢 首先呢 这种矩阵 它必须是一个方阵 就是 杭数 还是列数 是一样的 并且呢 只有主对角线上 有不是零的元素 这是第二点 并且 主对角线上的元素 都相等 这是第三个条件 并且 这些主对角线上 相等的元素 不是随便等于一个数 都等于一 好 满足了这以上 所有的条件的话 我们得到了一种 矩阵叫做 单位矩阵 Identity Matrix 我们看一个 三维的 三乘三的 单位矩阵 是这样 111 其他地方 全部都是零 全部都是零 那么这个单位矩阵 它有一个 什么样的特点呢 单位矩阵 与对应维度的 这个N是相应的 与对应维度的 这个向量 相乘之后呢 向量不变 我们又继续要说到了 矩阵是一种 映射 矩阵 乘以一个向量 是做了一种 映射的变换 就相当于在空间里面 变形 但是 单位矩阵来讲 它映射到了什么呢 映射到他自己 等于就是 什么都没变 就好像 我们在 这个代数上 某个数 乘以1 还是他自己 所以都是单位 在线性空间里面 单位矩阵 就是一个 这种 最基本的一种 单位员 任意向量 与单位矩阵相乘呢 都不会改变 体现在空间上 就是 什么都不动 什么也没有发生 如果要在 Python里面呢 生成 得到一个 单位矩阵 有一个特别的函数 叫做i 应该是取了一个 谐音 那个identity np np.i 后面你给的是 它的这个 为数 3的话 就是3乘3的 单位矩阵 5的话 就是5乘5的 单位矩阵 那么 有了这个 单位矩阵的 定义之后啊 我们可以来 讨论一个东西 叫做逆矩阵 逆矩阵 并不是说 有那么一类 矩阵啊 它就是 脑后有反骨 它就是老跟你拧着干 这类矩阵 叫逆矩阵 不是的啊 逆矩阵 它是 一个成对 出现的概念 有圆矩阵 才有逆矩阵 那么 假设某个矩阵 A 它的逆矩阵呢 就叫做 A 我们看 上面一个 指数 负1 就有点像 我们写这个 倒数一样 负1次方 那么 一个矩阵A的 逆矩阵 跟它自己 是什么关系呢 矩阵A 乘以 矩阵A的 逆矩阵 等于 单位矩阵 你看这个 就像光和影子一样 一定是 成对出现的 没有实体 就没有镜像 没有这个物体 就没有影子 没有这个矩阵A 也就没有 所谓的 逆矩阵 所以这是 逆矩阵和之前说的 对角 对称 单位 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它满足什么条件 长什么样 就是逆矩阵了 我们来看 如果说矩阵是一种映射 那逆矩阵呢 就是给你映射回来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两个矩阵相乘 表示把这个映射 组合了一下 两次 变换 你矩阵A 不管是拉伸也好 旋转 平移扭曲 我逆矩阵呢 给你变回来 给你变回来 那么 矩阵和它自己的逆 合成之后啊 就变成了一个 单位阵 你变回去 我再变回来 中间呢 过程也没有损耗 对吧 就变成了 原来的样子 那么这个逆矩阵啊 是不是 所有的矩阵 都有一个 它的逆矩阵呢 不是的 首先 必须是 方阵 这个 比如说这个A是啊 M行N列 那么M和N必须相等 我们想 是不是 如果你这个矩阵 不是方阵 你的这个变换啊 会把向量的维度 进行改变 比如说 原本一个 三维空间里的向量 你经过一个 二乘三的 这么一个矩阵 一变换之后 把它给压缩到平面上去了 相当于拿二相伯 给打了一下 打完了之后 还有没有可能 再通过一个矩阵变换 给你变回来呢 答案是不能了 你已经丢失了 一个维度上的信息了 这个人一旦被拍成 二相伯 拍扁了 你不可能说 对着大拇指吹气 把它吹回来 这个线性空间 不是动画片猫和老鼠 所以 首先必须是方阵 那么 就算是方阵了 就一定有 逆矩阵吗 有的时候 这个方阵 只是写出来 好像是方阵 但实际上 里面有猫腻 比如说 有些这个方阵 你看似好像 有这么多维度 三乘三的 实际上 可能里面 有一个列线量 是用另外两个列线量 线性组合 组出来的 它等于说 没有提供 这个维度上 对应的信息 等于没有额外信息 是二维的里面 装作 三维空间 那么我们在 方阵的基础上 还要求 这个矩阵呢 列向量之间 必须是线性 无关的 它才可能存在 逆矩阵 好 那么又一个 新的概念来了 什么叫线性 无关呢 我们来看一个 问题啊 叫做线性组合 假设有这么三个向量 ABC 还有两个标量 XY 如果啊 A可以写成 这样一种形式 XB加YC 那么我们就说 A是B和C的 线性组合 注意看 什么叫线性组合呢 它乘以一个标量 它也乘以一个标量 就是两者呢 各自打一个折扣 相当于两个箭头 乘以标量 就是放大缩小一点 对吧 放大缩小一点之后 那么如果 两个向量相加了 等于第三个向量 说明什么 它们构成了三角形 对不对 我们之前说过 向量相加的几何意义是 构成三角形 或者构成平行四边形 的那个对角线 说明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是吧 两个向量 就可以得到第三个向量 那这样的话呢 虽然有三个向量 但它们其实都被封锁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 这是空间在这个二维特殊情况的一种 几何意义 那么如果有一组向量 任意一个向量都不能表示出其他向量的线性组合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三维坐标系 那三个基底 三个向量如果是互相垂直的 你能用X轴和Y轴进行一个线性组合 得到Z轴吗 XY在一个平面里面 线性组合 画三角形 画平行四边形 画着画着就从平面里冲出来了 这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 我们说一个最典型的三维空间的基底 两两都不是线性相关的 任意两个轴不可能通过线性组合得到第三个轴 那么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任意一个向量都不是其他向量的线性组合的话 这就是线性无关的 比如我们来看 如果ABC长这个样子 A是100 B是020 C是003 好 你算吧 你用A和B怎么能得到C呢 A和B的第三个维度上都是0 你不管怎么乘 0 你乘以任何标量都还是0 那么这个3永远是凑不出来的 3永远凑不出来 你最多有可能是 这个-2A加B 怎么乘乘乘乘乘 乘完了之后 它是上面顺着前两个维度 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第三个维度你怎么整 也整不出这个比例 对吧 那反过来是一样 B和C怎么组合 能够组合出A呢 第一个维度都是0 怎么也组合不出来 那么这就是线性无关 一个矩阵 如果想要拥有逆矩阵的话 它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自己的各列的向量 是线性无关的 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A和B 这样两个向量 它们俩是不是线性相关呢 我们把情况变简单了 现在都是两个二维的 就相当于平面上的 像这个箭头 平面上的矢量 是不是线性相关呢 我能不能通过A 得到B呢 能不能 或者能不能通过B 得到A呢 我们这两个数字 应该大家的敏感度 还是足够去发现的 我们发现这个B 是不是就是A乘一个3呀 因为你看 一二各乘三的话 一三得三 二三得六 就得到了B 实际上B是A的一个平行延长 是平行延长 那两条平行线 自然是通过线性计算 就可以相互转化的 所以它们是线性相关的 好 那么现在我如果问大家 一个矩阵A和B 两个作为列向量 拼乘一个矩阵是 一三二六 这个矩阵有逆矩阵吗 可能会有逆矩阵吗 答案是不能 对吧 就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一个矩阵 是由一二和三六构成的 那么这个矩阵呢 就叫做奇异矩阵 因为它自己的这个 列向量之间呢 会线性相关 好 我们来做一个 求逆矩阵的练习 这个矩阵呢 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刚才是不是求过 它跟一个相量相乘 这个练习题 还是这个对角阵 D 等于2431 好 大家来算一算 它的逆矩阵是什么 我们可以不动比 我们可以先从 几何意义上来想 2431 我们刚才说到过 就是把一个 向量 往各个方向上呢 做拉伸 当然比例不相等 有的维度上 拉伸了两倍长 有的拉伸了四倍 有的拉了三倍 那一的话就是不变 对吧 保持这个维度不变 那么现在好 我想把这个变换 给它变回去 我想逆矩阵 做一个逆映射 我给它变回原来的这个 想量 我该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原来拉长了两倍的 我给它缩短两倍就行了 缩短两倍什么意思呢 乘以二分之一 那原来拉长了四倍的 我乘以四分之一 三倍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计算 我不用真的计算 我就通过几何意义 我们就思考出来了 来验证一下 看是不是 通过NumPi里面的 这个Linealgebra 线线代数的组件 然后呢 对这个矩阵呢 求一个逆 你发现0.5 0.25 0.333循环 一 恰好就是这个 主对角线上的 各个元素的倒数 就是它各个元素的倒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对角矩阵 D如果这个样子 那它的逆 就是相应的 对角元素的倒数 这对角矩阵 就是把情况变简单了 它的这个变换 单纯的就是拉伸 也不旋转 也不扭曲 这是比较好 比较省事 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现在要求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对角矩阵 怎么办呢 如果是随便一个矩阵 当然前提是 它得满足存在逆矩阵的条件 它得是个方阵 而且呢 它不能是线性相关的 刚才我们看到过 如果一二三六的话 你就不用求了 这个方阵是个奇异矩阵 它没有逆矩阵 现在我们换上一二三七 三七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二 单纯的乘变量给乘出来呢 是不可能的 好 那我们想 如果要求这个矩阵的逆 怎么求啊 我们介绍一种方法 叫做高斯消源 怎么来消呢 首先啊 我们把这个矩阵写成这样一种形式 我们看 左边是我们要求逆的这个矩阵本体 右边呢 我写上一个对应维度的单位阵 在这里呢 就是一个一一啊 就是两个一 好 我们现在呢 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我们想通过啊 这个每一行的消源 就像我们求解这个线性方程组一样 通过消源呢 把左边变成这个一一 把这个分隔线左边呢 变成一个单位矩阵 我们来试一试看怎么做啊 首先如果要把它变成单位矩阵的话 这个二是不是得消掉呀 二怎么消呢 用这一行 注意包括后面这两个啊 用这一行 减去两倍的上面一行 对吧 那二减去一个二 不就成零了吗 这样 2701减去两倍的1310 那二减二得零 七减二三得六 就得一 零减二 还有这个一减去零 这个就最后一位就没东西 就不变了啊 这个零减去二是负二 于是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扩充之后的矩阵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看1310上面那个线不变啊 下面这个 诶正好 01 已经有了一个单位矩阵的雏形了 还不错是吧 7减二三得六 注意这个是怎么算的啊 等于1 0减二 负二 1减零 还是1 好 那么左边这个仍然还不是一个单位矩阵 它差在哪呢 差在第一行第二列这个位置 它的右上角对吧 这个三 这个三要怎么变成个零呢 还是消源啊 还是消源 通过下面这个来 下面这里有个一对吧 可以用上 把下面这个乘一个三倍 于是就变成了三 负六三 然后一减 把三就给消掉了 减去三倍的零 一负二一 三减三 零 一减去三倍的负二 是多少 等于一加了个六 这就变成七了 0减三 是负三 好 于是我们经过两次的线性变换之后呢 成了这个样子 左边成了一个单位矩阵 右边呢 7 负三 负二 一 我们看跟原来这个长得有点像 对吧 长得还挺像 但有些符号变了 但有些符号变了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吧 看看这个方法求出来的到底是不是一个它的逆矩阵 我们看 一三二七 求个逆 7 负三 负二 一 这个是程序告诉我们 结果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还是不确定的话呢 你可以再手动的算一下 一乘三 7 负二 算下 7 减6 等于一 对吧 你把这个矩阵和自己相乘 顺着 计算出来 看得到的结果是不是一个单位矩阵 一三 负三一 这一乘肯定是零了 二七 七负二 一乘 二七十四 减十四 等于零 二七 负三一 等于 七减六 等于一 对吧 很快你就可以验证这个答案 是对的 这就是用高斯消源的方法 来求矩阵的 逆 那么这就是本节呢 关于几个矩阵的特殊形式 和特殊性质的一些内容 好 希望大家呢 能够这个多多的练习